这次我是会在安特卫普住一个三天左右 去一下根特跟布鲁日 然后我再逛一逛安特卫普 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 我说的那个每周三的市场 对比利时的华后面印象超好 根特其实景点挺少的 省心就是往这里面走 感觉这边的天还可以 然后那边就有一点阴 今天终于开始可以逛安特卫普了 其实前两天在附近转的时候 我已经看过了那个叫什么 安特卫普车站 说是欧洲最美车站 真的还挺好看的 今天呢我有准备早上先去吃一个早餐 然后晃一下去把景点看了 下午的目标就是逛街 我收藏了20家店 我有准备看一下我能逛多少 现在已经10点了 距离我交通通票过期 还有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准备出发去一个远一点的 Bakery的店铺 把这个交通通票的钱用回本 穿的今天穿的比较休闲一点 这样比较好脱 可以试衣服什么的 我为了逛街 我今天连这个大相机都不带了 就准备带一个帆布袋子 这样比较舒服一点 好了 要准备出门了 咱们就是手机安全绳又用上了 一到别离市的大城市我就担心 我现在人影到了我收藏这家 Bakery它的名字叫Funk 我本来想点那个什么 Strawberry Matcha Foam 就是草莓抹茶 结果它没有 帮我换成了椰子的 然后我还给了一个 Blueberry跟Lemon的Coffee 就幸好它帮我换掉了 我人生第一次喝到 Coconut跟抹茶的这个结合 好好喝 它这个椰子水是那种香香甜甜 没有任何别的怪味 然后它的这个Coffee 看起来频频无奇 但是我觉得它一点都不甜 不知道这个外面应不应该是糖 但是完全没有特别浓重的甜感 里面的蓝莓酱 我觉得也刚刚好 是有一点酸酸的 配上顶上的那个卡士达酱 是有一点点甜 它外面酥 然后内里的部分都是那种比较湿润的 我还蛮喜欢这家店氛围的 但是他们家上东西有点慢 但是后厨很多人 而且面包选择也挺多的 我还蛮喜欢的 哦有只可爱小狗 然后这家店附近是那个什么 安特卫普的一个什么美术馆 然后是我计划之外 也是我不准备逛的 但是这个离中心的几个景点比较远 所以我可能等会慢慢换过去 然后我看地图上面 这一路有好多我收藏的电影 因为我应该已经赶不上 用我的公交通票了 所以我就等会慢慢换过去 慢慢把它吃完 真的好好吃啊 真的打开我新世界大门 现在又热又晒 但是我终于已经走到了 安特卫普大教堂这里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个景点 还蛮贵的 算了放弃了 这个就是安特卫普大教堂的正面 然后它前面就有一个雕像 就是尼洛夫他的狗帕特拉什 好像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然后它还有一个动画片 这关键在这里吹风太舒服了 它其实没有什么景色 前面都停的是一些船 咱们就是说闭门跟大使上线啦 我在网上看 大家都推荐这家说超级好吃 海鲜很新鲜 我每次在比利时吃到的海鲜都挺好的 然后我刚走过来发现它关门了 然后我在Google上面看了一眼 它是暂停营业了 我看了一下 它是休年假去了 8月1号才回来 吃不到了 如果能吃到的朋友们 记得来帮我吃一下 谢谢 又是一家闭门跟 闭门跟加一 我现在已经把安特卫普的景点 逛得差不多了 剩下两个 我准备吃完这个东西再去 因为有一个教堂 它每天开放时间很短 而且还没到 所以我准备来先吃点东西 终于点到了我心心念念的muscle Jackin真的很好玩 你们看背景能看得出来 我现在像坐在一个神像的那种收藏室里面一样 然后Jackin game名也挺搞笑的 中文名字叫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介密 我感觉由于而外 它都有一种宗教风格 然后我点了一个muscle 然后给了一个这个粉粉的饮料 我跟他喝了一口 就很像油酸乳 还挺好喝 我超大盆的muscle上了 我觉得看起来 它每一个长得都还挺好 他给了我一个盆子 可以拿来扔壳 一掀开就是一种 很重的芹菜的味道 确实有一些芹菜在上面 我给的是一个白葡萄酒的做法 超级大一盆 你看它长得有多饱满 我的天啊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渣子 这个黄一些 这个有一个白一点 好吃好吃 我这一盆稍是干干净净 就这一个是没有开口的 然后有一个里面有啥 其他都超级好 好好吃 这个价格还行 喊红28块909 它这个单子太可爱了 又有块钱 还有中文厉害 我觉得这个餐厅外侠也很好看 全部都是那个爬山虎 我现在要出发去圣保路教堂 因为它的夏季的时候 每天只开放下午的三个小时 所以就是让我刚才 不得已找地方 得歇会儿脚的原因 我现在往那边走 其实也很近 就400多米的距离 然后这一栋高高的楼 是安特卫普肉市大楼 它是原来那种屠夫的会馆 现在改成了一个博物馆 里面好像就是一些民俗啊 文化啊音乐什么东西的展览 我现在就继续往圣保路教堂那边走 快走到了 我感觉就是这个尖尖的这个教堂 我就说我在这里绕了半天 原来它路口放到后面去了 往这边走 哇售拍员大哥有种那种花壁 然后带那个我很摇滚朋克的东西 然后坐在教堂里面售票 我买了个票 然后正常成人票是5欧 如果是学生的话是3欧 它好像是4月份到10月份是一个时间段 然后其他的是另外一个时间段 那个我有点没看懂 外面不是英语 然后我现在准备进来逛一逛 这教堂上面贴了好多信息 好特别啊 好特别啊 我的闭门羹已经从食物转变到了购物上面了 没有开 咱们就是又吃了一个闭门羹 这家也没有开 那是醉了 这家也没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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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了一个薯条 他给了一个沙拉什么的 我今天逛了一下午没有任何的收获 我真的是无语了 逛得我脚都走累了 安特韦普市中心都是那种有点像那种青石板路 我觉得走起来还蛮累了 我觉得走起来还蛮累脚的 我从人来说我觉得是好买的 因为我们这种没有什么钱的人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好买的 我就是看起来的 我就是看起来的一件毛衣 我一看价格850欧 那种衬衣 那种衬衬 我感觉我才是个250欧 面料也很一般 设计也就是很普通的 有点像coast的那种 他们250欧 我想着说我不能什么收获都没有 我去吃了一家很有名的比利时菜的餐馆 我昨天本来想预约那家餐馆的 结果它只能约7点钟以后的 但是我想5点多钟就吃吃饭 所以我今天直接walk in的 那家店最有名的是它的类排跟青口 当我中午吃过青口了 我也给了一份类排 由于上一次在布鲁塞尔吃到了 超好吃的那个类排 非常juicy 然后整个很软嫩 我抱有了非常大的期望 然后这家类排我觉得 可能是不符合我的口味吧 我喜欢那种多汁一点的 这个就是干干的 然后它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调味 它全部靠它给的那四个酱 不过服务啊价格什么的 我觉得还行吧 地理位置也挺好 我觉得安特卫布这个天气 也蛮神奇的 今天可能一共下了大概五场雨 每一场可能都不过两三分钟吧 加在一起可能连15分钟都没有 就你逛着逛着逛着 当你咚咚突然下点雨 早上一出门 咚咚下一点 然后又停了 然后我刚走到快到酒店门口的时候 又下了 跑了两步算了 现在不想打伞了 然后这一次我的比利时之行 就到这里结束了 其实也没有算很颠覆我上一次对比利时的看法吧 但我真的还蛮享受在更特的那一个下午的 真的好舒服 就大家那种氛围我很喜欢 然后安特卫布的话 我觉得是 如果你是有钱人 想买一件有设计的衣服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很多衣服的价格都在 150欧往上 然后八九百欧上不封顶这种 但确实有很多买手店很集合 能买到很多小众品牌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逛的 只是大家要考虑单价这个问题 至于布鲁日 超乎我意料的有太多旅行团了 导致我的体验感不是很好 但建筑啊 还有那个环境 我觉得是美的 然后以上就是我这一次比利时之行的总结啦 比利时之行到此就结束了 我今天准备早点休息 我明天还有一个白天 我准备自己出去转一转 看能不能买到什么心仪的小东西 这一次的休假还有最后一个目的地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 拜拜